Hello,今天香水大补贴的影片要为你解答的就是 如果我爱上了大众香,但我又不想和别人撞香,那可以怎么办呢? 如果有兴趣了解我为你找到了什么答案的话呢,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想用嗅觉开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 用香气去经历一段又一段的旅程的话呢 就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并记得按开你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将来的更新咯 好的,那回归今天的正题 之前呢,我也拍过一个关于大众香,街香的影片 其实很多人给我的留言都让我挺惊讶的 我发现其实会爱上这种所谓的大众香也好,街香也好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毕竟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审美观都是某个程度上相似的 网上的推广也好 潮流的一个带领也好 商业的一个推广也好 也会渐渐的把我们的嗅觉 我们的审美越来越调到 更迎合市场的导向 当我们真的爱上了这种所谓的大众香,街香以后 却又很害怕很害怕会跟身边的人或者走在路上和路人都穿戴着一模一样的香气 出现撞香的情况,可以怎么办呢? 我今天为你带来了五个答案 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同系列当中的其他香水 现在大部分的这种设计师品牌也好 这种明星,celebrities,他们出的联名香水也好 当一个香水热卖以后,他们都一定会推出这个香水的变种 我们拿两个例子来说好了 假设你很喜欢YSL的黑鸭片 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好闻的味道 但我一直没有入手,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受欢迎了 穿它的人真的太太太多了 喜欢它的气味,却真的不想要每天都跟别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 所以这个绝对是让我不想去购买黑鸦片的原因 但是记得,黑鸦片同系列当中 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变形香水的 几乎每两年到三年吧 黑鸦片系列就会推出新的香水 圣诞节,情人节,甚至都会推出特别的限定香水 同系列香水的好处呢 就是往往品牌都会把他们最受欢迎的这款香水的一个特性 保留着 然后基础的结构不会做过大的调整 但是呢,会在中间添加一些其他的特性 例如说,YSL原版的这个黑鸦片 主要还是一个带有甜味的花香调香水 很讨好呢 但变种出来的同系列其他黑鸦片香水呢 有些是添加了辛辣的香材 有些是添加了柑橘调的开出 有些呢,是把尾调变成了不同类型的木质调香气 让你在拥有你喜欢的这一款所谓的大众香 街香的香水特色的同时 又和别人穿戴着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香水 我觉得这一个呢,会是一个最简单,快捷,直接的方法 那第二个解决方法呢 就是把你喜欢的这一款所谓的大众香水 和其他的香水来做叠加 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很多很多人在尝试 或者很多香薰香水爱好者 会一直想要尝试去做的事情 我甚至听说在中东地区啊 就是他们用香很厉害嘛 他们的香水很厉害嘛 他们的调香也非常的大胆 越是乎呢,叠加香水在他们那边是非常流行的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每天在进行这种叠香的一个程序了 那在叠加香水方面呢,我不是专家 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作为一个尝试叠加香水的 我感觉有两个小小的原则吧 或者一个小小的规律可以提供到给你 第一个呢,就是当你要把两个香水做叠加的时候 记得其中一个要尽量简单 结构不要太复杂了 例如说你要把A和B香水做叠加 A香水可能就有超过30种的香料了 那B香水尽量就选个简单的谈香调啊 简单的色香调啊 简单的一个白衬衣的香调或者肥皂味的香调 去衬托它就好 不要再选一个,本身也是有50种香材的香水 这样子的话,出错的几率会比较小一点点 第二呢,就是当你选择要跟你的身上香水做叠加的时候呢 尽量第二支香水更要着重在尾调上面 例如说木质调的香气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不喜欢木质调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例如说Tronk bean或者说Vanina 香草这一些比较女性化甜美一点点 但是同时有着很好的增加香气持久度的一个香材 去做叠加,出来的效果会更不容易出错 而且也可以增加你本身穿戴香水的持久度 这里可以分享一个我的好朋友 他很爱的一个搭配 我觉得在他身上出来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也可以供你参考 他自己最爱穿戴的,穿戴的最多的 也可以说是他的Signature Sense 就是爱马仕的爱马仕之国王香水 这个呢是一个很强烈很明确 以白色花朵香气为主调的香水 但他开始做这个叠加呢 完全是因为他开始去做块木的生意 他是一个台湾人 听他说呢台湾是非常盛产 还是反正块木这一块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他的生意也是从台湾开始的 因为他开始接触到这个行业 因为似乎呢接触到了块木精油 他自己呢也非常喜欢块木的香气 我自己也觉得块木香气其实很好闻耶 但是要我单闻他实在是太单一 太单调了 但是没想到他用块木的精油 再搭配着爱马仕之光 出来的效果在他身上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让爱马仕之光这一款 比较纯粹我觉得结构并没有太过创新特别的一款香水 变成很特别 而且成为一款让人印象很深刻的香水 所以呢不妨大胆的尝试一下叠香 说不定你也可以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独特的香水哦 好那第三个答案呢 其实和刚刚提到的方法呢 有异曲同工的 它也是一个叠加 不过不是两种香水的叠加 而是多利用身体乳液 还有沐浴乳残留的香气和你的香水做叠加 例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淡淡的花香调 或者淡淡的这种奶香调的身体乳液 气味尽量选择比较单一单纯的气味 然后再喷上你喜欢的这一瓶所谓的大众香 在气味的叠加之下 出来的化学反应可能也会让你非常惊喜 也会让你身上穿戴的这一个所谓的大众香水 和别人身上的这一瓶香水变得不一样 那第四个答案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 我耍了一点点小假话吧 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 它其实真的不是做了什么 只是时间点的问题 说的就是不要在你喜欢的这一个所谓的大众香 最最火热的时候喷上它 例如说比较近期的话 我会想到的就是 YSL他们家的Liberal 自由之水 这一个新的香水 很多人喷 很多人很爱这一瓶的香水 于是乎在这么火热的时候 如果你喷上它 撞香的几率真的会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你避开了这一段的时间 可能说不定在半年后 八个月之后 甚至一年之后 我相信你还是会很喜欢这款香水 但是 这个时候就不是人人都每一天要喷上 这一颗他们新买回来的香水 要趁热度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跟别人撞香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了 这个呢 虽然不是一个什么聪明的方法 但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啦 那第五个方法呢 就是要做一点点小功课 说的就是尝试找一款 和你喜欢的这款大众香的香水 DNA比较相似 香水结构比较相似 香水的主调 基调 都比较相似的香水 也是这种所谓的 dupe的香水 或者说评价替代的香水 例如说我脑袋中马上想到的 我相信也是 如果你有在看一些欧美的香水博主 他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 所谓的评价替代品 说的呢 就是这一瓶天价的 叫做红色百家乐540的一个 沙龙香香水 这一瓶香水呢 我感觉在亚洲地区 并不是非常的热门吧 但是在欧美地区 你真的完全不能忽略它的重要性 它实在像神一样的存在 几乎每一个这种爱好香水的外国人 都很想要拥有的一罐梦幻一瓶 我感觉和他们很爱 这瓶香水当中的尾调很有关系 但是想想 如果你花了超过300美金 去买的这一瓶香水 竟然会跟别人撞香 你会觉得自己穿戴着身边 每一个人都穿戴着的香水 多么让人沮丧啊 那其实近几年呢 陆陆续续很多很多 想要模仿它的香水 推出世面 比较出名的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非常近期的 就是Burberry他们家的For Her Burberry他们家这一罐新的香水啊 调香丝和红色百家乐540 是一模一样的 同一个人 而且我必须说他们真的很像 尾调也非常的像 不过绝对是有差异的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和刚才第一个提到的解决方法 选择你喜欢的大重香 同系列的变种香水 和现在选择这款香水的一个 所谓的评价替代 或者一个很相似结构的香水 是一样的 同样可以让你拥有了 你喜欢的这一瓶香水的特性 特质 但又不会真正穿戴着 这一个所谓的大重香水 而且这个方法呢 不单可以让你穿戴着和别人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香水 同时还刻意帮你省点钱呢 好的 这个呢 就是这一次香水大补贴的影片 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呢 能解决到你心中的问题 也可以让你在选择产品上面 有一定的小帮助吧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要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